上述亭昨天在控方没有提出反对的情况下 允许前首相纳吉妻子罗斯玛暂时取回护照 到新加坡探望女儿和外孙以及欢庆开灾节 对此巫统前领袖凯里嘲讽 这显示巫统主席阿莫扎西最最最厉害 凯里今天在instagram发布现实动态说 罗斯玛已经被判罪名成立 竟然还可以取回护照到新加坡探亲 凯里调侃说 现在一切都好 扎西当副首相最最最厉害了 连罪诚也可以拿回护照 一切都很好 凯里也是前林茂国会议员 他今年1月遭到巫统开除党籍 目前维持无党籍身份 2024年 3月2日 若 ή远197月 7日 ihila